晚上好,这里是枕边经典,感谢您每天晚上的守候,我是尼巴,今天晚上要为您分享的是关于民国四大美男子的一些故事,希望您能够喜欢。 民国四大美男一般指的是汪精卫、周恩来、梅兰芳、张学良,是民国时代最富盛名的四个美男子。 关于民国四大美男子的说法,民国时期既已有之。 戴季陶曾经分别点评过汪、周、梅、张四人。 民初曾有汪精卫、梅兰芳、顾维军三大美男的说法,与此颇有一脉相承的意味。 四大美男皆财贸双全,汪精卫出口成章,笔扫千军,他的文笔在当时享有盛名,只要他在同盟会国民党的宣传工作一直由他负责。 此外,他还是男设代表诗人。 周恩来的外交才华,大家都非常熟知了,无需多讲。 梅兰芳呢,更是一谈最顶级的艺人。 张学良英俊潇洒,自不必多说,关于他的爱情故事呢,我们也有耳闻。 汪精卫曾一度被称为民国四大美男之首。 张伯军曾经说,政坛美男子里最漂亮的莫过于汪精卫,就连胡适也对他的样貌大家赞赏。 汪精卫不但相貌英俊,还有青年时期为革命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的英雄历史,因此人气极旺。 胡兰成义汪精卫,说他北伐前在广州每次演讲,月地女学生皆致花如雨,那时的汪乃革命领袖,偶像明星。 可惜,美男最终沦为汉奸,1944年汪精卫克死他乡。 林中他最后一句话是,我要回中国。 他的挚友和接班人陈公博将他葬在梅花山。 1945年抗战胜利,蒋介石下令炸毁汪木,焚毁棺木与遗体。 这个著名的美男子,就此彻底地飞灰烟灭。 如今当年那个为革命不惜生命的翩翩美少年,早已被人们遗忘,只留下扑朔迷离的历史谜团,令人唏嘘不已。 周恩来的风采绝对不是一个美字可以概括的。 周总理生于南方,但长于北方,这使得周总理之美皆有南方的俊秀和北方的英廷。 南北皆荣亦是周总理的性格特征,收细腻和豪放于一体。 周总理年轻时就读于南开中学,是南开学校唯一免交学费的学生。 毕业时被举为全校文科第一名,在理科方面已名列前茅。 后来周恩来留学于日法等国,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选择了共产主义,并为其奋斗一生。 所谓向游新生,帅气的相貌或许是天生的,但是令人倾慕的风采绝对是后天高洁的品德使然。 在后来的重庆谈判时期,周恩来的风采甚至倾倒国民党。 作为国共谈判时期共产党的首席代表,周总理在国民党内享有极高的声誉。 在后来担任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期间,周总理访问过亚非欧美许多国家,并接见了多国领导人和各界人士。 在这些人心目中留下了极佳的印象,至今仍然在西方国家很有影响力,促进了共产主义在西方世界的传播。 周总理之美绝不只限于外在,而是深深根植于内在绝佳的学士和高尚的品德。 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拥有真正的美,也只有这样的美才真正能够被人民所敬仰和铭记。 从民国美男子到共和国总理,周恩来一生充满传奇,少有洪湖之志,发出为中华崛起而读书。 青年时代风华正茂,瑰丽伟岸,见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充满智慧。 那时候的周恩来,激扬文字,指点江山,风度翩翩,玉树临风。 无与伦比的智慧与远大的理想,吸引了一大批的追随者。 在他身边,凝住着大批的人人志士,与他一同探讨革命道路。 难怪蒋介石发出,得周恩来者,得天下。 他鞠躬尽瘁,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祖国。 一生没有子女,可他心中装着全国人民的冷暖。 人民的幸福,才是他最大的幸福。 他鞠躬尽瘁,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祖国。 一生没有子女,可他心中装着全国人民的冷暖。 人民的幸福,才是他最大的幸福。 他外表的美,人格的美,灵魂的美, 必将永远活在每个中国人的心中。 梅兰芳是舞台上绝无仅有的传奇。 男扮女装把离远里的美娇娘一个个演绎得活色生香。 他炉火纯青的演技,征服了无数戏迷。 多少人为他着迷,疯狂,国人倾城奉金尊,成为戏曲王国里的无冕之王。 1913年,他首次到上海演出,很快就风靡了整个江南。 当时有句俗话,陶老婆要向梅兰芳,生儿子要向周信芳。 男子皆欲娶兰芳为妻,女子皆欲嫁兰芳以为妇。 万千宠爱,家于一身。 漫画大师风自凯认为,按照西方的审美标准, 梅兰芳的身材和容貌堪与维纳斯媲美。 再加上他的婀娜首饰和动听嗓音, 简直是上帝亲手制造的一件,精妙无比的杰作。 国画大师张大千说,梅兰芳是最标准的美人。 她的扮相凝结了唐颂以来,古人们审美的全部精华, 浑身都是画稿子。 梅兰芳不但面容秀丽,而且身材清朗,谈吐有礼, 尤其是那双手,轻舞飞扬之间隐约有着美女的鲜鲜兰花指的神韵, 叫人如何不动心。 她与1919年赴日本演出,期间引起轰动, 有评论称,有此双手,其余女人的手尽可剁去。 可见梅兰芳之妖娆动人。 在台上,人们看到的是王昭君、鱼姬、穆桂英, 而忘了他是男儿汉。 舞台上那个千娇百媚的红粉佳人, 现实中却是一位傲骨铮铮的奇男子。 日本清华八年,先生叙叙明智, 坚决不为日本人唱戏演出, 为保气节,不顾个人安危。 这等艺人的情操风骨, 比起先生塑造的舞台形象更令人惊讶。 它让国人记住和怀念的, 不但是那些轻视绝美的艺术形象, 更是像梅花一样,傲香的灵魂。 四大美男子当中最令人羡慕的莫过于张学良。 生来英俊潇洒不说, 年纪轻轻,手握全柄,统帅一方。 真是小说里才会出现的梦幻组合。 更难得的是, 他还知情知趣会交际, 在女人面前既有鹦鹉霸气的一面, 又有温柔绅士的一面。 他懂得鉴赏古话, 会做古体师, 会跳舞, 会说英语, 还会打网球。 张学良的一生留在历史上的, 固然是九一八事变和西安事变这两件大事。 可令很多人津津乐道的, 是他的情感故事, 尤其是和名媛贵妇们的缘分。 他自己对此也颇为自得, 说过平生无缺憾, 唯一好女人的话。 大话也好, 句话也罢, 都证明这个人确实喜欢女性。 但喜欢女性是男性的通病, 没有什么值得炫耀。 喜欢别人的同时, 也被人家喜欢, 那才是真本事。 他年迈的时候, 曾经颇为自负地说过, 我从来不追女人的, 很少, 没有, 可以说一两个女人我追过, 其他的我没有追过, 都是女人追我。 据他自己交代, 他有十一个情人, 不是名媛就是贵妇, 真是厌福不浅。 他曾经做过一首打游诗, 自古英雄皆好色, 若不好色, 非英雄, 我虽不是英雄汉, 却也好色似英雄。 也难怪他这样说, 从未来的第一夫人宋美玲, 到欧洲留学的外交官之女, 蒋世云, 从中国的大家闺秀, 于凤智赵斯小姐, 到外国摸索里尼的公主, 都对她爱护有加。 有的人在她被软禁的时候, 千里迢迢前去看望, 有的人终身苦乐相伴。 生在富贵乡长于花葱里, 羡慕也好, 记恨也好, 这就是命。 1936年, 36岁的少帅和杨虎成将军, 发动了西安事变, 逼老蒋抗日, 直接导致下半辈子的幽禁。 张学良晚年自己说, 我的事情是到36岁, 以后都没有了, 从21岁到36岁, 这就是我的生命。 张学良36岁后的悠长岁月, 有温婉美丽的赵斯小姐陪伴, 像鸳鸯似的, 在那湾静静的溪水里, 平平淡淡, 看山, 属水草, 一直活到101岁。 这样的人, 这样的年代, 这样的传奇, 有这样的结局, 还是要让人感叹, 少帅真是上天的宠儿。 好了, 今天的内容就为大家先分享到这里, 感谢你的收听, 如果喜欢, 也希望能够点个赞, 或者分享到朋友圈, 非常感谢你的支持, 我们下期节目, 再会。 一时旧梦千心长, 几经风雨自相遥, 将军百发, 年轻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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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万遍人间有谁知道 历经艰难依然是红颜不老 一时旧梦前心潮 寂静风雨子逍遥 将军百发情为老 天下悲欢你我总怀抱 遗恨当年铁马萧萧 初诗未解定心泪洒人 是万里道 与你同行为你祈祷 生死相依跟随你到天涯海角 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